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张安乐 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在立院表示 当过兵的都知道拿扫把就是国军的最后底牌 但70岁的白狼张安乐生气了 为了展示他两岸和平统一奋斗的决心 张爷爷抬折棺材到立法院抗议 但狠话还没说完张爷爷一个综艺衰 差点直接摔进棺材里 等等你这个手法看起来很甜熟啊 你平常是不是有在尖差啊 张先生这么早就要切磕印吗 幸亏向莱乐关进去的保禄总裁 一个白狼挺身就站了起来 继续向前抗议 自己的棺材自己带 行动住宅4.0 一行动支持安乐死 这是何等伟大的胸怀 你就躺下吧 你玩过皮卡丘打排球吗 最简单入门的电竞比赛比加 老鹅杯慈善排球公开赛 操作龙界跟世间拿大奖 价值超过10万奖品316等你来挑战 活动报名网站请建议楼 四海游龙 全台拥有200家以上的连锁锅贴水脚垫 四海游龙与八方云集分别占领台湾两大锅贴龙头 在香港跟中国大陆都有分辨 但四海游龙中和场日前却突然被查水表 原来是因为旧团队曾与香港公司谈上市不顺 才遭对方申请假扣押 对此四海游龙表示已调整配送 风火无鱼 赶快先吃个水饺压压惊 哇我吓坏了 周锡伟 老台北县长周锡伟 当年深入林口抓老虎 沉寂了好久的打虎州 26日无人超出震撼弹 要参加国民党内的2020总统初选 如果出来参选 我应该会成为最强的候选人 除了要算总统 还丢出两阶段初选 藏原本无法参与党内初选的人也有机会 但是周县长自从2010民调输给党内的剪彩珠 说要干干净净的退出 七年后说自我反省后 重返九合一大选 结果又输给党内的侯友宜 按照这个节奏 我似乎闻到了一些熟悉的味道 我们都需要勇气 只相信会在一起 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